進口多粒魚下鍋水煮另一邊蘿蔔湯裡放進菇類跟蔬菜 看似很清淡的料理 其實要做的是川菜 使用自製焦麻油 將辣椒花椒粒煎炸出香氣 接著淋在魚肉上頭 這道水煮魚連不吃辣的韜客都能輕鬆入口 甚至湯頭也能直接喝 最讓我驚豔的是說 這個湯它沒有讓我看到一般水煮的那種 厚厚的一層油在上面 你可以把它當雞湯來喝都可以 另一道隱藏版菜色川味麻辣香鍋 同樣做了改良 用自製麻辣醬快炒蔬菜和新鮮炒香 最後畫龍點睛撒上炒過的花椒和干辣椒 那個口味就是也保持了原來食材的它的香甜鮮甜 然後不會太油膩 而在吧台煮咖啡的這位型男正是餐廳老闆徒穎 或許您對他很陌生 但他可是台灣樂壇重量級的編曲大師 德國金曲獎最佳編曲獎 音樂傳唱度極高 餐廳牆面上還能看到羅大佑 周華健 清風等大咖藝人的簽名 儘管成就非凡 但玩音樂超過30年 他卻坦言身心俱疲 當很多人來找你編曲或者說製作人對你的肯定 那是一種成就感 對自己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說服力 就當你連續十幾二十年都要天天熬夜 不好好 沒有辦法好好睡覺 開始會怨天友人啊 我覺得說是該有一個轉換 2017年圖影決定砸價200萬跨行開餐廳 賣起了家鄉口味江浙菜 由於他的大姨子在北京開過餐廳 技術指導後料理變得更多樣化 其中充滿南洋風的海南雞飯 一天只限量15份左右 而純手工的上海菜肉餛飩 則是來自岳母的家傳好料 就連飯後甜點蛋糕 他也深入研究自己做 有朋友會做蛋糕 請他教我然後試試看來做 後來發現真的有人喜歡吃 那你就從這邊的feedback 獲得你的成就感 另一方面圖影還是一位收藏名 櫥窗裡可見星際大戰 無敵鐵金剛等各式模型公仔 獨立包廂則放了滿滿的航空歷史收藏 來吃飯喝咖啡之餘 還有機會聽他導覽解說 圖影成功開創事業第二春 餐廳預估兩年回本 東森 陳信武 蔡曉達 沈鋒 台北報導